你可否告訴我,有甚麼想法我們可以談談? 關於有時家人的相處,有些事情都不太開心 這也是很常見的,很多人的家庭都會不開心 你可否告訴我,相處有甚麼發生? 例如我跟弟弟,有時我講東,他也講西 還有很多自己的思想和看法 但這些,有時都好像有些是幻想出來 即是他幻想的問題出來? 不是,他在人生中,他經常幻想自己做作家 但他又不努力去做,經常停留在這裏 幾十年都是這樣,只是想著 即是幻想他自己成為作家 對,他說他想去投稿 他寫了一千字 即是他不太高學歷,即是中三程度的人 他想去做一個作家 但他又不努力去學習,又如何繼續讀書 只是想著想著,只是想著幾一年 都是想著,讓我覺得好像幻想 但又不願意去實踐 我想問你,這是他的幻想 怎樣影響你們的關係? 因爲,關於經常跟他說這些 想去面對現實一點 你跟他說東,他又說西 他又說李嘉誠的兒子是怎樣的 跟別人有些比較 但他實在有很多工作上的失敗 很多年沒工作 他又曾經嘗試去找工作 但又找也找不到,很多個挫敗 那似乎那個衝突 就是在他不負責任 他又沒有找到老公 對,畢左士經常跟他說的對話 都帶了很多怒氣 很吵枕的心情 現在我是在了解這個情況 用說話字眼都不會令到他不舒服的字眼 就是想了解這個情況 我現在開始分析了 其實是不是他造成的問題 似乎有兩個 一個就是經濟上他不負責任 第二個就是你嘗試去幫他去面對這件事 但他就會找很多藉口 就是這兩樣的問題 不出聲 他不出聲 是嗎? 是的 不出聲,但又不會面對 又做不到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聽起來似乎是第一個問題 比較大 第二個問題是他沒有回應 即是他不回應你 第一個問題大 就是他不負責任 變成經濟上就是你們幫他 對嗎? 就是你覺得是一種經濟壓力 對嗎? 其實我沒有怎樣幫他 我覺得是我爸爸媽媽的 變成是他的責任 養足他這麼多年 OK 那你爸爸媽媽對於他又怎樣看呢? 其實我爸爸覺得他已經很寬容 OK 雖然他都覺得是不太開心 當然就是父母 但是他都願意去繼續在經濟上去支持下去 也都不是對他知道是這樣的情況 他自己都做不到有什麼願意去再踏出 因為他嘗試過很多次但都失敗 這個失敗 我覺得給他的感覺令到他很灰心喪志 令到誰灰心喪志? 我弟弟 我相信他有視覺的 但是他就是 學歷不高以來 又多年沒有工作 就算你叫他出去找工作 他一定會被人拒絕 那種拒絕令到他很失望 沒有動力去再找工作 我想問你的關注點是 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他又不肯去做任何事情去面對 這是不是你最關注的地方? 難過 難過 心裡難過 有時剛才牧師說過的輔導 有一句說話很觸動了我 你說神不會創造一個沒用的人 但是我們作為家人 有時會有這樣的感覺 覺得為何神創造他 我自己沒有用 對自己也沒有負責任 對家人也沒有動力去找工作 甚至幫自己的媽媽也不想 我經常坐在那裡 就是坐在那裡 慢慢的年紀大了 她仍然是繼續坐在那裡 什麼都不幫忙 踢一踢就要動力去 誰的感覺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你 有些好像 為她而急 難過 難過 他對自己的節目 我都覺得很絕望 為什麼好像沒有出路 其實現在的問題 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 你很關注的 如何幫助他 但又好像幫不到他 又不知道如何幫助他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心中的難過 那你現在想去談什麼呢 兩方面是 步一步 我想問你 例如他對你有多少影響 影響就是 關係 經常見到他 就很猛暈 如果不夠兩個人 就開始發脾氣 即是你會發脾氣 你發脾氣 他會怎樣反應 他有時候會告訴我 嗯 嗯 他覺得你 信主 你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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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會 訴選我 嗯 但有時候 當我回家 平靜下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他都 其實需要幫助 不過可能 我不懂得怎樣去 輔助他 或者是 不懂怎樣去幫助他 我覺得我自己 在家好像有心無力 嗯 所以你有些 挫敗感 嗯 即是你想 但你又做不到 又不知道怎樣做 所以變成不開心 嗯 不開心有時候會向他發脾氣 是啊 發脾氣的關係有影響 嗯 所以這裏 首先是一個部分 就是你跟他關係 嗯 第二部分就是怎樣幫到他做工 甚至不是做工 就是家務 他都不肯做 是啊 那我又問一下你 其實我現在了解 到底他想什麼 其實有幾個問題 我分辨他到底那些問題 在哪裡 我拆解到 一個就是 他的弟弟 不負責任 第二是他自己的事情 影響了他的內心世界 都會影響我的情緒 影響你的情緒 OK 那會不會我們先去想想你的情緒 嗯 當你的情緒管理到 或者可以找方法去幫助他 對嗎 我又問一問你 你的情緒影響他多不多 嗯 除了影響你自己 始終大家不是和我們一起住 我結婚 即是不是一起住 對 對 其實我主要是面對他的時候 會有一個情緒 嗯 OK 即是你看到他 你就容易有情緒 對 那你想不想處理這個情緒 嗯 當然想 OK 好 你覺得這個情緒 你覺得 一方面他那裡來 嗯 一方面是你自己 有沒有 因素 令你有這個情緒 嗯 其實除了弟弟 媽媽也是 媽媽也帶來我有很大的情緒 OK 你媽媽怎樣帶給你情緒 嗯 嗯 我覺得他呢 你跟他講 你跟他講東 他又講西 嗯 還有有些事情都不是很合理 講話 是呀 即是有些浪禮 OK 那你跟媽媽又講些什麼話題 即什麼他講東又講西呢 即譬如說你勸道他 勸道媽媽 是的 勸道他 他只是用他的看法思想 去拒絕你所叫勸道 他只是用一些很負面 或者用他自己的立場去看事情 但未必是一定正確的 嗯 是的 那變了你會 又是一個挫敗感 對著他 例如有些什麼事情 即是你想跟你媽媽講 比如金錢上 那他經常都覺得子女去謀算 那些錢 但實際上我們不是這麼想的 OK 就變成他擔心你 是我們所有的子女 在他眼中的子女都是不好的 因為他很負面 他不會想一下 即子女都有對你好的時候 他只是想 即不是說是子女 其他人他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想別人一些不好的事情 想一些很負面的事情 即使子女對你好 但你仍然有這樣的反應 仍然有這樣的說話 的話 子女會有什麼感受呢 即是子女 總之我們對你好 但你環繞著所有的思想 都是很負面的 是的 所以在家裡有很多不開心的 弟弟和媽媽 都令到你有些好像 不能解決的事情 所以心裡有很多困擾 很多困擾 令到你 所以人不得輕盛 平安 是的 總之 有時自己都想逃避 逃避不想見到他們 逃避不想跟他們相處 因為不想再去正面 有這個衝突 有這個情緒 不開心 所以都影響你 是的 中生媽媽有時說 為何你們經常都不回去探望我 但我心裡每次回來 你都是說這些話 令到我又不開心 所以我有時想逃避 不想再回去探望他 或者越好久才去探望他一次 所以這件事都影響你跟他的關係 你就變成 好像見到他又會有衝突 即是有壓力 對 有壓力 又不開心 所以我家庭關係都影響你 嗯 會不會影響到你 每天都在想這件事 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想 在對著他們的時候 在這樣 變成損殺 少一點回去 少一點回去 因為 但是神也很好的 靜著神的話語 給我一些正面的看法 我又不至於因著他 經常帶著這件事 只不過是想起有時 或者面對他有時 但當我回家的時候 我讀上帝的說話的時候 我心平靜下來 我就沒事的 我先做的是 同理心 和拆解他的感覺 來源 然後給他一些回應 同理心 會令他覺得被接立 因為是示範 所以我會這樣說 被接立 即是我知道他的困難 說出來 他覺得被接立 他會有什麼感覺 有人明白我的感受 有人明白我的感受 有時回到教會 有時覺得 大興選會 都很冷漠 跟他們說 有時 或者有些事情 在祈禱 我也不會感受到愛 有時我都不想 在小組裡分享自己的感受 所以在小組的時候 的經歷 都是被你覺得 好像不被關心 對 大家都在各位 要說自己的事 這是另一個第三個 第三個不開心的地方 就是 九頂姐妹不適合 或者沒有關心 沒有關心 你面對的困難 每個人都是想說自己的問題 是的 是的 因為我們剛剛是一個 侍奉訓練 會不會剛剛都是 就是 他們沒有這個心去輔導回應 又不懂得怎樣回應 於是 就令到你覺得 他們都不知道有這件事存在 我們正在說這個輔導 這是一個對大家說的說話 就是 原來基督徒不懂得輔導 不懂得關心 是令到人覺得 好像教會沒有外心一樣 這是我引入的一句說話 讓大家看到原來輔導的重要性 我又聽到這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弟弟 第二個媽媽 第三個是教友 三方面都帶給你一些失望和傷心 不是那麼好感受 不是那麼好感受 所以周圍都好像四面受敵的感覺 對 有時候牧者說 其實你的人好像很有福氣 但為何你覺得你不開心 有時候我有一些事情還沒有處理 或者你會有這樣的表現出來 對 因為三件事 我們一下子 沒有三件事一起處理 在這個時候 我選擇做甚麼 因為我逐樣拆解 都需要很多時間 我就想回應一件事 就是我們去面對一件事 看看你覺得好不好 一方面就是弟弟 一方面是媽媽 一方面就是別人 基本上都是一些失望 而他們又不懂得回應你 或者有些誤會 你媽媽就誤會 所以 回到一點 就是我們如何不受別人的影響 我覺得我很需要學習 有時候我會受到別人的說話 會影響我的情緒 有些人說一些話 我會選擇逃避 逃避 逃避 不想再接觸的人 即是說 你有些避開人的情況 一些教友和家人 以前也有一個姊妹 她還未相信耶穌 但也有過無數次 她說這些話 令我感到有情緒 她常說這些話 我不懂得怎樣形容她 她說完之後 我真的有幾天 都會有情緒 但我有另一個朋友 她也沒有 她也認識這個人 她同樣說完之後 她也不會有情緒 我很擔心自己 為何會這麼容易被別人影響我的情緒 即是你也想學習別人的說話 不要影響你的情緒 是的 我們看到有些人會說這些話不好 有另一個人 你剛才說到有另一個姊妹 似乎沒有受別人的說話影響 是的 有一個人可以弄傷你 但有一個人似乎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是的 你覺得那個人為何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這個人我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你自己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 你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多些親近神 是的 這是第一 多些親近神 讀神的說話 用神的說話改變我的思想 這是第一從神幫助 神幫助我們 我們心中被人影響的思想 可以怎樣處理 例如有一個人說一些說話 你媽媽和教友的說話 可以怎樣處理這些負面的說話 怎樣處理 我就是不懂 我講一些聖經的觀念 你聽一下好不好 在聖經的詩篇118篇第6節 那裡就說 有耶和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那句說話就是 神幫我了 我就不用怕了 因為人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想問問你 你媽媽說很多說話 你們想拿我的錢 拿著我的錢 她說這句說話 那你就吃了 你吃了就受傷害了 但其實這句說話 是不是真的 當然不是 是她自己想的 其實是一句謊話 但她不知道 她就經常收拾 當一個人經常說一些說話 又不是真的時候 那件事又不是真的 這是虛假的 是作出來的 她就當作為真 因為她當作為真 她就告你 說你 而你就說 哎呀 我真的很無辜 那你就受傷害了 但這句經文說 有耶和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人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想問你 她說你 你經常偷了我的錢 這句說話 如果你能夠說 其實我沒有偷了錢 她以為是 她有些擔心 她經常擔心她的錢 所以她會這樣想 當你不在意這句說話 你覺得會不會好些呢 我明白 她有些可能有些混亂 她有些自己的思想 她覺得你們偷了她的錢 有沒有什麼原因 令她覺得你偷了她的錢 我覺得她精神有些問題 精神有些問題 包括我小孩也是 如果這樣的話 她有些錯誤的想法 那些錯誤的想法 其實那些是否事實 不是 但因為她的控訴 於是你就不開心 是那一刻 他面對她的時候 但之後我也沒有什麼 你之後為什麼會沒有什麼 就是讀神的話 讀神的話幫助你 同時你會不會覺得 那些說話其實不用那麼值得 去反覆思想 有沒有這麼想 我又不知道反覆思想 在那一刻 她又重覆她跟我說那些說話 見到她也是說那些說話 但之後我也有放下 總之一面對她 我又跟她說那些說話 又會吵起我 即是每次她說的時候 就吵起你 但你過後 然後呢 我又會平復 我又沒有什麼 其實你平復時 你是在做一些事情 不過你不是很知覺 自己在做一些事情 你是有些事情在做 令到你當作沒事 你是在做些什麼 你想想到你內心在做些什麼 在做什麼 其實你是否會告訴自己 其實也不用那麼緊張她的說話 有沒有 我沒有想到她的說話 即是覺得 我也是照常生活 即是不用那麼認真去想她的事情 沒有 沒有 只要你的意思 你心裡覺得 也不用那麼認真去想這些說話 是的 就好像聖經所說 人能把我這樣做 其實她真的無法整理你 即是說 原來你可以放手 可以放手 問題是 她在說你的時候 如何放手 是的 總之她不要見親她 沒事 我還在說 不要緊 見親她 這些負面 對子女不信任 我覺得對子女不信任 OK 我用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在街上 看到那些瘋子女 見親人又罵人 有沒有見過 有見過 你有沒有試過被她罵過 沒有 沒有 好 假設有個瘋子女走過 你不懂的 走過罵你 嗯 你會不會生氣一天 當然不會 因為她知道精神的問題 是的 即是你知道問題在哪裏身上 在她的身上 她的身上 她的身上 所以你不會介意 對嗎 嗯 同樣 其實其他人 他有時 不一定有精神病 總之那個人不懂得處理問題 他就會告訴你 告訴你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 但不是說他瘋子 即是說 知道他是這樣 知道 那就不介意 是的 這就是這句經文的意思 有藥幫助我 必不懼怕 人藍百安就是這樣 那你想像下一次 你媽媽在那裏說話 你要拋住我的錢 那你的心可以怎樣跟自己說話 那心可以跟自己說什麼話 我會跟神說 其實是她的精神有問題 或者是她的負面思想 以至於她說這些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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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沒有辦法去幫助她 幫她 幫她是另一回事 現在先幫到你 就是 你怎樣不介意 正解我才說的經文 有些人可以幫助我 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去做什麼 可不可以說 我不用太介意 我可以放走 就像瘋子佬那樣放走 我是嘗試這件事 我開始嘗試代入祂的情境 祂說回說話 因為祂未信耶穌 有很多負面的說話 也很多年沒做事 沒什麼聯絡 變成他人的想法是很單一 永遠不懂得想一些不好的事 我嘗試代入祂的角色去想 開始去明白祂 初初我也會介意 但我嘗試去明白祂 我只不過是祂有時再重複說話 就開始溜起我眼 他重複又重複 可否使用同樣方法 應該可以 其實你有一個秘訣 你親近神 很快就會忘記 所以這是你的強項 親近神是一個強項 其實你也有做的 你轉身就不太介意 不過當時你學到 日文猛地 當時如果不認真看他的說話 知道是有問題的 你就不會受傷害 你知道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向自己的方向去 每天都讚美神 開心點 然後乞意不要太介意 你就會越來越多正面的情緒 對 平時我都不想這件事 這是你的好的地方 但你面對的時候 都可以盡快處理到 對 我都希望 面對的時候 有更多進步 不再是猛爭 好 感謝主持 因為時間關係 因為我想給你們一個機會 我們暫時就停在這裏 過程基本上我做的是什麼呢 了解他什麼影響他 他的內心感受 同理心回應他 然後插解問題在哪裡 在對方的說話 但他受落了 又怎樣不受落 因為我問他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他就說 其實他有一個方法 他好像轉頭 他又不太想的了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不想 不吃垃圾是一個方法 然後問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然後我就提議 不如你學習 好像一個瘋子佬 你可以放手 就不是說他是瘋子佬 可以放手 我們同樣放手 你們有沒有人想 再引導他 說一些話 有沒有人想嘗試說 其實我自己 以我沒有人經驗 看回 我自己經歷了十年 情緒病 我自己都受被歧視 還有有被不接納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又覺得 這個除了是時間問題之外 情緒過度的問題之外 需要大量的愛心和忍耐 他亦要承受的問題 可能三四年的時間 才可以應付到他的工作和他的社交 你講他 你講你的弟弟的問題 你現在講回應弟弟的問題 至於你的情緒問題 我覺得你要離開一些 好 我現在想你暫停 為何我想你暫停 我想問一問你 其實你正在做些甚麼 剛才 你正在做些甚麼 我回應他的問題 你是回應 但你用甚麼方法回應 我用我自己的經方法 同樣地他講過一個問題 我覺得挺有深刻的 就是他 OK 這裡可以 停在這裡 為何 你正在做的事 我想讓你知道 你是在教導他 對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想說 教導和輔導不同 如果教導 就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他聽一聽 就會開始覺得 你在這裏教導我 這樣就會 一個個人 有些人很想找個方法 他會接受 但有些人就會開始覺得 不舒服 所以你發覺我 我是很小心問他的 我是問他 我問他 你想不想我告訴你一些方法 或者你找到方法 這樣他覺得被尊重 和慢慢提升他 還有發掘他有做到甚麼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早期有講到 輔導和教導的分別 教導的分別就是 譬如說 原來你被你媽媽影響 那你就 不要被她影響 你就不要介意 你怎樣幫你弟弟 他聽一聽一聽 就好像一個老師跟他講話 那樣的感覺 你想那麼多意思嗎 我不知道 情緒我還未去 OK 但這裏你需要看回我們前幾課 因為其實那個情緒就是 我知道我感受 他其實是很受壓迫的 不開心的 他有幾種層次的 但是在弟弟那裏有一種感覺 他媽媽 那我是感受他 當我是他 我會感受到些甚麼 然後我就說出來 然後呢 我就引導他想不想去處理 就算我為何說到輔導 就是引導他想處理 然後拆解個問題 幫他思想 為何需要這樣做呢 你可以坐下 你給他一個麥克 因為我們前幾課講過這個分別的 不要介意 原因就是 其實需要輔導的人有很多種 有些人直接說 我家人有很多問題 我現在不知道怎樣處理 他直接說 我不知道怎樣處理 但依然他都有情緒 我們都一定要回應他的情緒 但有些人真的 我只是想知道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直接告訴他 但有些人 我們需要幫他拆解 其實問題不只是在人身上 而是在自己身上 這需要拆解 例如我這樣說 你沒有想到 其實你自己也有問題 你裡面有些要處理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感覺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學習輔導的時候 第一件事 不要令對方覺得 我們比他更厲害 然後我現在教你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種 如果他認同你 他很想找方法 他會接受 但如果他不認同 他會開始覺得 有點煩 你不斷教我 我用的例子 有些太太跟丈夫說 公司的人欺負我 誰對我不好 那丈夫便說 你不要理他 你理他做甚麼 這些人都不要緊 你當我沒有存在 那太太就覺得 我現在很不開心 你只是跟我說 叫我做甚麼 叫我做甚麼 他就會不喜歡 這個就是我們前幾課 講到 只是教導 就會不是幫到他 是需要去逐步引導的 我希望你明白到分別 希望大家都留意到分別 但有些人就說 很沒耐性 這麼長時間 我想說 我開頭的時候 我拆解 但我到後期 他有心的時候 我就不一定要這麼長時間 我就可以去詢問 他們想不想怎樣處理 例如跟其他弟兄姊妹 其他各方面的問題 那時候 他也可能明白到 就可以應用 但另一個問題是這樣的 人明白不代表他用得到 他明白不代表他下一次做得到 所以這也是需要時間 即是你現在明白 但下一次你媽媽說話 可能你也未必這麼快 可以馬上處理到 需要時間 或者是有些教友對你的不關心 你也不會那麼容易處理 這也是需要時間 所以我們需要拆解和逐步引導他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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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